快點坐 一定沒時間 給我呀 好 好 來一杯文化洗禮 加一點酸甜苦辣 包一鍋人生百味啊 港市大台黨 擋不住的香港大小市 黃美銘製作主持 每週五下午三點 晚上十點 準時上菜 好好美啊 聽眾朋友們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 台灣之音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港市大排檔節目 好 失序進入了一年當中最炎熱的季節 相信很多聽眾朋友們都喜歡來上一杯清涼消暑的飲料 像是在台灣很多人可能都會喝手搖杯 但是有的時候這種解渴消暑都可能只是暫時的 還可能在不知不知不覺當中會攝取過多的香料跟糖分 好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一種更健康的選擇 在台灣我們常常會看到青草茶 而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的涼茶 而且涼茶的歷史也是相當悠久的喔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香港的中藥藥技師 同時她也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 擔任助理科學主任袁翠瑩小姐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分享香港涼茶的奧妙 袁主任你好 你好 你好王雪茨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有很多台灣朋友都喜歡去香港旅遊 甚至於也有蠻多的朋友是在香港生活或者工作 所以這個街上都會看到很多涼茶 好像已經成為一種必要的體驗了 而且我們常看到在這個香港涼茶鋪 有一個一個用瓷碗盛裝的這個涼茶 那有現在比較多是用紙杯裝的 可是我喝過以後我發現 傳統涼茶好像不是涼的 而且它好像也不是茶對不對 所以請教袁主任到底涼茶是什麼呢 其實涼茶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 一種服用的方式 只是因為涼廣的地區 就是香港還有就是廣東地區 根據就是我們這邊的氣候 還有就是水土的那個特點吧 我們的爸爸媽媽還有媽媽的婆婆這一代的人 他們有一些習慣就是會隨手的抓在我們身邊 可能是以前他們龍鋼就是鋼田 他們會隨手的去抓一些炒藥吧 然後就是煮成這個一個湯雞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水煮的一個方式 然後我們都把這一類的一些湯藥 清之為涼茶 因為最主要我們這邊的地區都比較 現在天氣很熱 還有就是很潮濕 這一類的湯藥呢 最主要都是比較以含性為主 還有就是消暑 還有就是可能我們以前吃的東西可能會比較油膩 有些個別的就會比較的可能是消這個質劑為主 消膩為主 所以就它雖然清之為涼茶 涼就是主要是因為根據它的那個藥性 比較是一個清液解毒 像苦苦為主 然後茶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藥湯 就像我們喝茶一樣 平時也比較多是服用賊類的一個湯藥 所以我們清之為涼茶 其實它在一個廣義來說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中藥的一種 哦 所以其實涼茶嚴格說來它並不是一種茶 不是我們房間看那種 對它不是一種茶 對 它可能是口味比較重啦 因為都是一個含涼的那個中藥 草藥弄出來的煮出來的 多半都是帶一點苦味 就是跟台灣其實剛才您提到的 這個清草茶其實很類似 就是清土茶多半是源自於這個福建 這一類的這個地區 對 所以還有一點不一樣是不是 對 有些也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比較接近福建 還有就是沿海的可能橋州 這兩個地區的比較多 所以跟我們在香港主要以廣東地區的一個 草藥弄成的 組成的涼茶 有些微的一些在藥材上面的一些區別 好那至於香港的涼茶 到底有哪一些 還有它的大概的這個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做一些苦力 然後好像船上也要必備這些草藥 所以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 一百多年前是不是有這麼久啊 可以怎樣說的 因為涼茶是一種水手可得的一些 一些草藥弄成的一些湯雞 主要是用於治療一些小毛病啊 所以有時候現在很熱 以前的人就是會弄一點消暑的 清涼的一些草藥弄成這個消暑茶 但是有一些呢 其實治療就是感冒 因為以前看病沒有現在看這個醫生那麼方便 他們都會隨手在這個山邊 他們的農地旁邊 能夠找到的可能就是一些治療感冒的 外感的一些感冒茶 所以就弄成這個感冒茶 然後還有就是涼茶酸藏的 因為他們以前流動比較多 體力的流動比較多 他們一般來說一些碰上也不小的 還有就是橋濕嘛 因為現在的天氣都很濕 所以都會容易變成有些風濕啊 腳痛啊 也一類型的那個毛病 所以過去的人 他們就是會把這個草藥 因為有時候他們不方便 隨手的能抓一些出來 他們有時候是預先把它曬乾燒起來 弄成一個茶包 就像現在還有的一些感冒茶 這些感冒茶他們都弄成一個小的一個茶餅一樣 就是方便我們隨時可以服用 因為可能現在我們不是那麼方便能夠隨手能夠 從山去挖這個藥材 也搞不清楚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像我們以前 媽媽媽奶奶一樣那麼對於草藥有那麼多的認識 所以現在就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一些方便使用的一個良茶的形式 就是你剛才提到有一些是在店裡面一碗一碗的能夠直接現場喝的 也有瓶裝的 現在也有 所以又有不同的形式 就是方便我們服用 就是有一個怎樣的一個歷史的一個人員的發展 所以良茶也隨著這個時代的眼鏡有不同的形式變化 真的還蠻有趣的 那像這種良茶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其實有蠻多很知名的一些良茶鋪嘛 有的可能是家船之類 所以每一家的這種配方可能都不同 是不是這樣 對啊 有一個很有名的良茶 二十四位 二十四位 在廣東話說 這個二十四位就是出了名 就是它的那個方機其實不止 其實一般都不止二十四個四種藥材去補成這個良茶的 不同的那個店不同的一些習慣 那個那個店的那個方其實都有一些的差別 但是總歸來說一個主線就是輕易解毒 消暑 就是有輕微的一個外感 那個感冒 這個還是有一定的一個主要的一些組成的藥材 就是不同的店可能就是添加的 些微有一點變化有點不一樣而已 而且我發現有很多香港的那個良茶鋪啊 它好像都跟中藥鋪是在一起的對不對 比較有歷史的 好像是在後面煎這個良茶 然後前面就會有個很大的那個叫什麼銅壺嗎 嗯 對啊 這個是一個古老的一個方式 因為以前就是他們每個店就剛才提到有不同的一個房機 對 然後他們就是以前這個保溫的那個設備不是那麼方便 嗯嗯 所以他們一般來說都是在清早都是準備好 然後放到那個那個銅壺 銅的那個壺裡面 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發葉的東西把它軟著 都有客人的時候就是把一個湯藥炒出來 然後一般來說傳統的那個那個涼茶店 都會有幾個瓷的那個碗 都在那個店鋪裡面就是 其實他們裡面也是現在的這個要這個涼茶的 因為它熱你不能喝 對 所以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準備一個碗 把到一半就是放涼 然後有客人來他需要用這個涼茶的時候 他才從這個銅的那個湯裡面就是那個是熱的 在倒另外的一半進去 怎樣的話你都能夠立直的喝這個涼茶的還是暖的 就是不會太熱的一個刺口的那個溫度 所以就有怎樣的一個服用的一個習慣在 傳統的涼茶店裡面 所以原來這個 所以這個原來是有這樣的作用 這是會調配到一個剛剛好的溫度就是 對 他們會有怎樣的一個調配的服用的方式 有些店我們不是都喜歡到那個熱鬧的 有些店去就覺得熱鬧的店 做人排隊的店都是好東西 我們有怎樣的一個思維 以前他們也會用調配這個 玩涼茶的那個溫度 把現在我覺得那個店面很冷清 我都會把這個熱的那個涼茶堵多一點 放涼的堵小一點 讓你站在那個店面喝酒一點 就是看起來就是我店面很多人 你有怎樣的一個出租 所以其實以前用銅鋪 還有就是用這個直環 涼茶其實有可以就是控制這個店鋪 人樓的一個作用的 我發現涼茶鋪的老闆都很有生意頭腦 很會行銷 剛才提到就是一個歷史吧 很早以前就是可能沒有那麼用一個店去交付 就是可能隨手透過的一些糧鐘 都塗起來就是在街上去賣 後來慢慢形成了有一個涼茶店 他們其實也會放另外一些元素 裡面就是我們在香港 可能一些老香港的這個 照片裡面 40年代他們都很喜歡到涼茶店 其實光是喝涼茶 他們也有一些小吃 還有就是以前沒有那麼多的音樂的那個放送 沒有那麼多的那個能聽歌的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也有一些流動的那個點唱機 放到這個涼茶店裡面 你去喝涼茶 你同時能夠 我想聽比方說以前的老歌星的那些 什麼白光啊 有歌星的那些歌 你可能就是不能買到這個唱片唱盤 你能在這個涼茶店裡面聽就是點唱 他們有一些怎樣的一個點唱機在這個涼茶鋪裡面 你在喝這個涼茶同時 其實你也能聽歌 你也能用這個吃這個小吃 所以就是有一個怎樣的一個文法在裡面 所以早期香港的涼茶鋪呢 不只是提供大家一個可以喝涼茶的解渴的地方 同時它也是一個交際的場所 還有娛樂的場所 其實它不光光是給你自訂的 還能夠以前去上親去拍拖 其實我也聽我爸爸媽媽說他們也去喝涼茶 然後坐下來也能去吃點小吃 然後還能就是點唱聽歌 是 有怎樣的一個當然不是很長 不是像歌廳一樣聽很久的 但是你能在裡面用涼茶之餘 能就聽一些流行的音樂就是怎樣 所以早期可能有一些咖啡廳啊 或者是說當時應該叫賓士吧 可能有些消費比較高一點 因為涼茶很便宜啊 然後又可以在裡面休息一下 然後還可以在裡面聊聊天 還可以聽廣播 還可以 所以就有一個怎樣的一個文化的一個 就是舊的那個社會的一個 大眾的一個文化 形成在裡面 所以涼茶真的跟著香港的歷史文化社會發展 有著非常密不可分的關係 好那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片刻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請原主任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香港的涼茶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故事跟秘密呢 我們稍後回來 最要feel的聲音 漫步雲端的心情 耳底愛 太冷靜 聽眾朋友們 歡迎您收聽今天的台灣之音港式大排檔節目 我是主持人美寧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呢 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機化學科技學系 助理科學主任 袁翠瑩小姐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那袁主任剛剛跟我們分享了香港涼茶的起源 還有涼茶呢跟香港社會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際場所 可以說是陪伴著香港的居民 在這個早期的這個社會當中 一起成長 這非常的有歷史的意義跟文化的價值 所以我們也知道這個涼茶是在2006年的時候有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非遺就是它主要是一個不是一個物質的遺產 不像別的像一些有一個實際的文物 它不像怎樣 它最主要是一個文化的一個傳承 最主要它有現在還是有一定的那個使用性 還有一個傳統 所以呢在2006年就是我們在香港政府就是 透過跟這個聯合國這個科門組織 就是申請了張涼茶列為這個世界的非物質這個文化遺產 最主要是因為它剛才提到 其實它涼茶它不光是一個中藥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還是一個傳統還有就是一個文化形成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申請了這個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就是怎樣 列入了這個非為其實有利於這個涼茶的一個文化 因為現在我們新一代可能就是現在沒有我們爸爸媽媽的男一代用的那麼多涼茶 但是因為我們透過這個列入這個非為的那個名單 它就是有打進旗號能夠把這個文化保護起來 所以現在慢慢的好一些就是可能也是相關的店鋪 還有就是一些政府方面能夠利用這個非為的那個那個名義去推廣這樣的一個文化 因為觀光說是中藥的一個概念可能是跟一般的死民大眾說有點遙遠有點距離 我沒病我不覺得我需要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有這個文化的那個內涵在裡面 他們就會知道原來這個跟我們以前歷史有關 還有就是一個文化的那個傳承有關 所以現在慢慢的會在這個推廣這個相關的知識方面 有重要的意義在裡面 好剛剛主任又提到就是像現在的涼茶的商家也因應時代來做很多的轉型 應該是好幾年前就是香港有一個蠻有名的涼茶品牌 王叉叉 不要打廣告 那時候進軍台灣的時候 當然現在好像已經撤出市場 那時候進軍台灣的時候 它的整個就是非常英國式的那種風格 然後但是它買的還是涼茶 好那當然現在還有其他的香港的涼茶的商家呢 也進軍台灣的市場 而且前一陣子還引起了一個 因為它這個龜鈴膏 引起了是熱銷 也是一個很常見的 跟涼茶配對的一塊一塊用的東西 沒錯 那現在很多其實已經變成那種好像手搖杯的飲料 或者是說在便利商店我們也都可以看到涼茶 那主任你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涼茶的不同形式的一個發展呢 我覺得其實這一個發展也是一個好的事情 因為舊的那個涼茶的形式 因為其實有點不方便 它可能就是熱的那個 復用的那個方式 其實我沒有到店裡面喝 我就不能用到 還有就是我沒有 我不像我爸爸媽媽一樣 我懂得去怎麼去煮這個湯 然後我就沒有 沒能喝這個 服用到這個涼茶 其實他們現在的一些改變 其實就是方便使文大眾去服用這個涼茶 剛才你提到的那個品牌吧 那個品牌其實它很成功的把這個涼茶 打到傳中國還要打到海外 就是其實他們怎樣的一個形式 有利於這個涼茶的那個文化的那個發展 還有就是現在不光光是一個 我們可能就是覺得感冒啊 或者是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們才會用這個涼茶 其實就像這個台灣很流行的那個手搖的那個飲品 其實現在涼茶的那個服用的那個方式 還有就是機型上面 還有這個藥的那個組成方面 其實也傾向於轉變成一個 紅衛其實現在已經改變的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苦 比較像一些手搖的飲品的那個方向 其實這個也是有利於涼茶文化的一個發展 就是可能我們要注意到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能喝 不能讓他像這個奶茶一樣的喝 所以這個還是有點注意的 對呀 所以會不會有一些人呢 可能體質啊或是什麼 比較不建議他喝太多的涼茶 或者說我們在喝涼茶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禁忌要注意的呢 其實也有的 因為涼茶不僅 剛才我們在節目一開拓的時候 已經提到它其實是一種公藥的那個服用的方式 所以呢它其實有一定的藥性藥 藥藥在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要安安的自己的那個體質去服用的 因為它都是藥材 大多數都是一些比較良性重的含量的藥材 所以一般來說你可能不清楚自己的那個體質 應該是要請教中醫師 或者是中藥是你才去忍用 所以服用這個涼茶 還有就是不應該經常的喝 你不能把它當作真的是一個茶品 不能光當作是一個奶茶 每天都喝覺得健康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不用太多 就是藥材都是有一定的偏性的 你不用太多 其實對於你自己的健康是有一些影響的 所以一般來說 你不應該每天都喝 還有就是你應該根據自己的體質 算適合的那個涼茶 另外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晚孕的婦女其實不應該服用這個涼茶 真的 因為涼茶的涼性比較重 含量嘛 其實對於這個胎兒的發展是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不太好的 所以就不應該喝太多 不應該喝其實應該是 所以還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體質 還有就是說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不方便喝的時候 所以其實原則上應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來品嘗吧 沒有特別的什麼季節 所以也有適合冬天喝的涼茶嗎 有也是有 雖然涼茶 因為它有個很廣泛的一個概念 涼茶不光光是消暑清液解毒的 其實也有一些是滋潤的 簡單的一點就是像這個甘蔗水 這樣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涼茶 還有就是塑梨 就是我們吃梨子 這個梨跟一些其他的一個配搭 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滋潤的涼茶 滋潤沸沸 沸沸 對 也可以在這個秋冬的時間去用 所以它不光光是夏天才喝 只是夏天比較多一點 秋冬也要他們自己合適的涼茶 所以涼茶真的好深奧喔 它變化很多 因為就是有一個水手 還有一個地域性 不同的地區他們用的組成都不一樣 還有一些傳統的一個方機在裡面 所以其實它的變化很多 適用的範圍也很廣 所以我覺得好像日常穿過裡面 經常會接觸到 它真的是最平民化的飲品 對啊 這個是一個很平民化的飲品 因為我們基本上每天都會接觸到 怎樣的涼茶 真是每天都會接觸到 對 可能要選適合自己的那個才喝 對 是 我們看到香港這個開副以來 大概已經有這個涼茶出現在民間 所以應該也有這個 100多年的歷史喔 我真的不得了 而且它雖然喝起來有一點點的這個苦味 可是它價格又便宜 而且呢 又生津止渴啊 然後就像剛剛主任說的 然後它還可以清熱解毒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適合在冬天喝的 還可以幫助這個潤肺喔 真的是功效多多對健康 基本上都是有幫助的 當然再怎麼說也算是這個 藥材來著喔 所以在飲用的時候呢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喔 當然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也特別的介紹了涼茶的文化 它怎麼樣得到這個普羅大眾的喜愛 而且呢 像這些老舖啊 可以說是歷經了 數十年 甚至一百多年還屹立不搖 沒有被歲月淘汰 而且也保留了香港獨有的文化 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 當然我們今天也非常的感謝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 助理科學主任袁翠銀中藥師 和我們一起來分享涼茶的故事 一起帶著大家來認識香港的涼茶文化 今天在這裡我們再次的謝謝袁仲醫師 謝謝您 不客氣 謝謝謝謝各位 對於涼茶的熱愛 Tonight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MaybeTV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